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演过张三峰的明星吗 一 红金宝 红金宝的是演张三峰 算是比较早的了 虽然当时的红金宝年纪不小 演技却给观众带来了不小的惊喜 红金宝的张三峰是个白发老人 光是扮相就给人很先锋道骨的感觉了 顺于演技 他的张三峰随性洒脱不激 但对张无忌却非常的好 一直在帮助他 不得不说 他演出了一个至情至性 却由莫风去的张三峰 让观众耳目一新 二 焦恩俊说到焦恩俊 那是个活脱脱的古装美男 他的张三峰可谓是仙气十足了 扮相非常好看 他的张三峰一版之前的套路 更多的试想表现 张三峰的坚毅和不屈不挠 他刻画了一个以心求觉 面对困难毫不退缩 最终成长为一代宗师的形象 在这部剧中 焦恩俊的表现是非常不错的 但最为人征兆的就是扮相了 三 李连杰功夫巨星也曾饰演顾张三峰 他的张三峰也非常可圈可点 首先 李连杰是功夫巨星 他的打戏自然是非常精彩利的 丝毫不脱泥带数 其次就是演技 他的张三峰在剧中多次遭受磨难 他把张三峰眼神里的绝强和坚毅表现得非常好 他的张三峰永远是那么的英姿大闯 他在剧中所展现的太极拳法收放自如 为人称赞 张魏剑 张魏剑在那个年代有着非常多的代表作 演技更是不必说 他的张三峰更是有着他自己的特性 他的张三峰拳法只能算是勉强过关 在剧中也不像别的剧一样坎坷 反而更多的是情感的纠葛 张魏剑的张三峰延续了他自己的风格 非常的搞笑和无离谱 时不时的让大家捧出大笑 于成慧虽然前面几个的张三峰都各有千秋 但说起真正的张三峰还得是于成慧所饰演的 于成慧的名气最多高 但他的功夫却非常的好 使娱乐圈为数不多 有真功夫的明星在这样的基础上 中文字幕志愿者 讲解了 спец词 借茜茜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